出道到现在 历经30多年也依旧活跃的天才女演员 也是史上最年轻的影后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无可替代的女演员 金慧秀 1970年9月5日出生于釜山 小时候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 全家人一起搬到首尔居住 年幼时期他就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 像是死后的世界 外星人 星象等等 他都非常感兴趣 也因为好奇心 让他什么都想要赶快学习 因此小学时期他就读了六件补习班 并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色 他也曾是跆拳道国家代表儿童示范队中的一员 在那只有少少20人的队伍中 如果学业平均成绩低于90分 就会遭到除名 是个非常严格的地方 而他加入的动机 是因为看到选手 穿着设计师量身定做的制服 头发梳得整齐 站在教练面前敬礼的样子很帅气 所以才决定要入团 他也就这样 成为跆拳道国家代表儿童队中的唯一女生 凭借着亮丽的外貌 以及跆拳道示范队的光环 1988年 他还在奥运主席访韩时 担任献花代表 有着非常特殊的经历 阿卫进入演艺圈 是因为有名导演 正好在找一名适合在广告中的 跆拳道场面出演的少女 1986年16岁的他 就透过在饮料广告中 以跆拳道少女角色出道 而看了他在广告中表现的电影导演 便找他担任电影《甘宝》的主角 他也就此正式以演员身份出道 当时导演为了要他出演 还更改了剧本 16岁的他 不是饰演其他演员的年少时期角色 而是直接饰演成年角色 他也凭借本片一举获得 百享艺术大赏的最佳新人奖 还出演了赵荣碧的MV 这是韩国首支MV 引起了许多的关注 一出道就获得了新人奖 也获得了许多关注的他 自然就接到了许多导演的演戏邀约 因为行程忙碌 因此他根本无法消化所有的角色 所以还有不少负责的工作人员 聚集在他家面前 想尽办法要拜托他出演作品 从1990年代中期到后半 他都在周日早晨电视剧《花拳》中固定出演 获得了许多的喜爱 虽然现在周日早上时段并不算是热门时段 但在当时周日早晨时段 算是黄金播出时段 透过本剧 他还获得了NBC演技大赏的最大奖项 1999年在电视剧《橘西》中饰演橘西一角 2002年在电视剧《张希平》中饰演张希平一角 2006年在电影《老千》中饰演正女士一角 每部作品中都是饰演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也让他成为无可替代的女演员 并迎接了出道后的第二个全盛棋 之后2012年出演的电影《神偷大劫案》 成为他首部千万人次票房作品 2013年电视剧《职场之神》 以及2016年电视剧《信号》都大受欢迎 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的代表作 20岁初他经常饰演清纯形象的角色 因此在大众心中他就是清纯形象 特别是出演电影《初恋后》 他就成为了《初恋》的代名词 并在《青龙电影节》中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是《青龙电影节》史上最年轻的影后 那若一直只是展现清纯魅力的话 他的戏录将会受限 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也会渐渐被淘汰掉 因此他决定要转型 在电视剧《一个屋檐下的三家人二》中 他就抛下了清纯形象 以性感形象亮相 剧中饰演喜欢穿贴身衣服的年轻主妇 也是这时大家才知道 原来他的身材这么好 凹凸有志的身材引起了热议 也让他成功转型为性感女演员 转型成功后 除了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之外 他也挑战当主持人 较具有代表性的是 1998年SBS的 金会秀Plus You的脱口秀节目 之后他也在各大颁奖典礼中担任主持人 现场主持的功力也不容小觑 而不管是性感致命的角色 或是颠覆形象的搞笑角色 他都能完美消化 可以说他是天生演员 天生的艺员 2013年3月曾爆出他抄袭论文的争议 但很快的他便出面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公开道歉 还主动返还学位 在充斥着各种争议和丑闻的演艺圈中 他快速的对争议做出正确的回应 有让大众对他的好感不见反增 2019年7月爆出了他妈妈 想周遭有人借款13.5亿韩币 却欠债不还的消息 这也让他的家族史开始曝光在大众面前 2012年他就曾经帮妈妈还债 几乎用上了所有的财产 过去就因为妈妈的经济问题受了许多苦 他认为自己是子女 所以都将那些跟自己毫无关系 也毫不知情的巨额债务全部揽下 但就算这样 妈妈也完全不知道反省和节制 反而变本加厉 抱着反正欠债 女儿会帮忙还的心态 不断地向他人借钱挥霍 也曾因为妈妈犯的错误而面临诉讼 在多次帮妈妈还债后 他看妈妈也完全没有要改变的态度 便狠下心来和妈妈断绝联系 和他同等级的演员们 都已经累积了不少的资产 但他却不断地从头来过 知道事实后的大众也对他满是同情 而因为后来 法院判决他没有责任要为母亲还债 大众也为他感到开心 2015年 胡锦惠政府被爆出了一份 演艺封杀黑名单 多达9473位演艺人士被列入黑名单中 其中就包含金慧秀 其实他平时不算积极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 仅因为参加了要求追查 是月号事件真相的实名联署运动 而遭到封杀 此消息被爆出后也引发了社会一片哗然 相关人士也要求当局提出说明 他的演技让人无可挑剔 但还是有人要从中挑出一些问题 那就是他总是穿着高跟或厚底的鞋子 就连在饰演行径的信号中 他也是穿着厚底鞋出场 因此造成了部分观众的观感不佳 当时就有部分人表示 他干嘛这样 是在走伸展台吗等等 不过更多人表示 这是他想守护自己的一部分 又不伤大雅 就不要有这么多意见了 他非常喜欢看舞台剧和音乐剧 音乐剧粉丝圈都叫他精英粉 也经常在网络上传 目击到他本人的文章 他还经常会借舞台剧戏服和道具 也对音乐非常感兴趣 各式流行乐都会听之外 还会去上音乐课 看得出他对音乐剧和舞台剧的环境 有很大的兴趣 有着演员界留在席称号的他 长期在演艺圈活动 也留下了无数的美谈 他没有拍摄日程的日子 他也会到现场去看后备演员们演戏 还会记下许多小角色 或跑龙套演员的资料 有机会就会帮忙推荐给导演 过去就有人写信到广播中 分享他高中时期 曾在金慧秀plus you节目中 担任赵明公读生 有次拿着赵明设备移动时 因为没有看清前方 导致自己跌倒受伤 牙齿还被中断了 节目拍摄也因此中断 他还被导演臭马一顿 不过金慧秀却静静地到他身后安慰他 除此之外 金慧秀还透过经纪人 帮他支付了所有的治疗费用 对此非常感谢金慧秀的善心 所以想要将这个美谈告诉众人 他都不吝啬 对同事以肢体接触来展现爱意 经常会被拍到像是电影班的画面 在TVN颁奖典礼上 获得女演员奖时 他摸了李帝勋的头的画面 引起了热议 除此之外 他也在《百想艺术大赏》中 亲牵于膝的手背 在《青龙电影奖》上 亲了罗文基的手背 摸金秀安的头等等亲密的行动 都引起了话题 他表示自己是从演员宋云阿身上 认识到这样的应援文化 之后他都会对自己亲近的演员 或是一起拍戏的配角演员们 以肢体接触表达应援 不仅仅是演员 就连导演工作人员 他都不吝啬给与肢体接触应援 甚至连跟他不认识的演员 也都接受过他的同事爱 像是有演员在拍摄现场遇到困难 或是久违回归的演员 他都有送过咖啡车到现场 为对方应援 有爱的行动也引起了不少的话题 2010年他被爆出和刘海珍热恋 因为他是身材火辣 外形艳丽的美女演员 而刘海珍是被归类在 其貌不扬的高校派演员 形象相差之大的两人 竟然会交往 让所有人都感到疑惑 而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 知情人士爆料 金慧秀先喜欢上刘海珍的内幕 许多人都戏称 他们是美女与野兽 网络上也掀起 寻找刘海珍魅力的风潮 他们公开认爱 也打破了过去大明星 只汉富二代 能力难交往的规则 也让一般男性燃起希望 过去其实他就在访谈中 表示过自己的理想型 是其貌不扬也没关系 但内在不能空洞 而刘海珍在美术 音乐 书籍方面的知识 都很有深度 任爱后也表示 作为演员 他们在文化和艺术上 都有很多共同兴趣 熟视后更是发现了 刘海珍的内在美 因而进一步交往 之后节目中 也会大方公开两人的故事 因此许多人都很看好 并支持他们结婚 不过没过多久 就宣布了 两人因日程繁忙 聚少离多 最终走向分手意图 有记者就透露 其实是金慧秀的妈妈 非常不喜欢刘海珍 还为此绝食抗议 造成双方的压力 三年的恋情 就这样画下句点 不过之后 在颁奖典礼上 相遇的两人 整线自然的互动 也让大家称赞 两人很成熟 引起了话题 而在这之后 两人都没有传出绯闻 至今也都未婚 她非常喜欢小孩 过去还曾考虑 要领养小孩 不过因为现实中的 各种问题 所以无法实行 只好看着侄子们 开心成长 她就很满足了 或许是因为 很喜欢小孩的关系 她也表示过 无法忍受 青少年孩童犯罪 而她也在最近 Netflix热播中的 原创剧集 《少年法庭》中 饰演极度厌恶 少年犯的精英法官 讲述一个厌恶 少年犯而闻名的法官 到地方法院 少年法庭的故事 新颖的题材 反映了现实社会中 存在的问题 剧中青少年犯罪 也改编字 真实案件 引起了观众共鸣 刚上档 就冲上热门榜单 看过的观众大多也都给予好评 是不值得令人省思的 精彩剧集 推荐大家一定要观看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人美心善 演技又好的 名品演员 金晦秀 喜欢我们的影片 不要忘记按赞 订阅加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再见 安妞